Hello 大家好 我是Victor 今天我要跟你介绍的就是 Tropicana Channel Asana 的其中一个户型 也是这边最小的户型 所以那么最小的户型呢 其实有时候它也是最适合投资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户型 这个是我们的 Type A1 所以这个是一个房间一个厕所 它是一个 Studio Unit 就是一个酒店式套房 它是一个酒店式套房 一共是380sqft 我们直接进来看 所以它其实它这边的格局 就跟酒店是一模一样的 跟酒店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一进门 它有一个门 门一进来这边就是我们的浴室 这边是我们的浴室 所以你看这个浴室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是上厕所的地方 然后我们这边的是卫生间 还配有Shower Screen 这次就是一个酒店的Standard 所以你看这个Standard 其实就是一个 少少也有一个四星级酒店的Standard 这边是一个入户的橱柜 这边它有一个很特别 通常酒店不会有这样的设计 就是通常酒店没有这样的一个厨房空间 可是这里有380sqft 因为380sqft 其实已经比一般的酒店来的大了的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厨房的空间 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厨房的空间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Kingsize bed 还是一个Super King 很大 很大 你看这边 空间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然后我这边的单位 都是Fully furnished at Reno 就是讲你现在看到的东西 是接近100%还原度 到时候你买这边的单位 它也会配给你这些东西 包括电视机啊床啊风扇 Aercon啊厨柜啊这些全部东西都会配给你 所以你买了可以直接领包入住 或者是可以直接拿来投资 直接拿来出租 OK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全部是配给你的 因为这边是专门做投资型的嘛 OK专门做投资型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的这个观景的地方 它是斜出去的 然后我们之前有讲过嘛 它这边的设计 它是窗口是斜出去的 所以这边的每一个单位 都是可以看到海景的 然后这边的每一个单位都是可以看到海景的 每个单位可以看到海景 然后这边我最喜欢的就是 它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比一般的酒店还大 比一般的酒店还大 而且 你这边看到的所有家具装潢 都是配给你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买到哪里出租 在Langawi 这样子的一个单位 你觉得一晚要租多少钱 我们准备了啦 周围的 如果是讲这样的一个三四星级酒店 这样的一个Spec 平均价啦 差不多是在三到四百块 平均价啦 当然 因为旅客区旅游区它一定会有 淡季跟旺季 淡季可能低一点 旺季可能高一点 它一定会有淡旺季啦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最适合投资的一款最小的户型 380 square feet 它是酒店套房Studio with 一个厕所 OK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单位有兴趣的话 请你马上联系我 我为你选最适合你的单位 OK 我是Victor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